張真身上的是奶白色 然後小白 小白身上的是淺奶茶姓色 然後現在他就是我們今年就是做這兩個比較淺色系的大衣 然後又覺得蠻夢幻的 對 然後又有浪漫的感覺 然後又可以聞清 那現在小白身上的淺奶茶姓色是有現貨中 現貨最後現貨 賣完了 蛤 賣完了 奶茶是奶茶 奶茶 快賣完了 快賣完了 對快賣完了 好像是各位樹的樣子 然後放進你的購物車 沒錯 要結狀才有用喔 賣完就不會再版了 他就絕版了 那他現在就是大概剩不到時間 就是剩夠位數而已 然後張真的奶白色 目前預計是 11月中 我先不要講日期好了 年關將近 海關抽檢很嚴重 大概大概 但是過年前是保證可以讓大家收到的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然後就是兩個顏色 那張真身高是162公分 然後體重54公斤 然後肩寬41公分 然後穿起來是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是扣起來給大家看 那小白身高是158公分 體重45公斤 肩寬36公斤 比較窄健的 哇都背起來了 好厲害 我自己都背不起來 我是40公分 小編 40公分是不是 但到底是誰41 小編41還是妳41 是小編41 但小編那天跟我說他40阿 好啊你們兩個 自己縮肩 自己縮肩 對 自己縮肩 好他張真肩寬是40這樣 40 然後更改一下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把褲子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件真的很好看 超白搭 而且很暖欸 真的很暖 羊毛是70% 我覺得 如果是霸王寒流的時候 就裡面再加個羽絨背心 或是發熱衣 高領毛衣就可以穿 那妳平常就是 因為畢竟台灣的冬天 真的很冷的時間比較短一點 那如果你平常沒有寒流的時候 妳就可以穿一些薄的雪紡襯衫 我覺得如果是羊毛100% 在台北沒有寒流的時候 穿真的也會蠻熱的 那我覺得70% 算是可 就是可上下伸縮的空間這樣子 只要妳不是騎車的人都可以 騎車的人很 騎穿越回頭嗎 就穿那種比較高的 那個什麼 背心在裡面也可以 或是圍圍巾 因為羊毛大衣 畢竟比較沒有那麼防風 但我覺得 他畢竟就是走一個美的路線 就是 騎車需要有比較機能性的 比如說羽絨外套啊 那種的 對 我自己會穿這個 然後套雨衣 套雨衣 就騎車的時候 啊 雨衣防風 可是有人真的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冷的時候 然後你沒有騎衣 對 妳怎麼那麼可愛 我沒有想過可以這樣 我每次都會穿雨衣 所以小白是會騎車的 我會騎車 對 然後就是 如果穿這個的話 我就會穿雨衣這樣 這樣也比較保險啊 就比較不會怕 就是騎機車可能會弄到啊 路上的空氣比較髒 對 然後小白身高是158公分 我看喔 現在 穿起來大概這樣 小腿 過小腿肚 中間 那我們現在還有再加一雙 6公分的高跟鞋這樣子 對 嗯 然後張真162公分 穿起來是小腿肚中間 小腿肚中間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分別 呃 誰要先來 我先好了 其實你們這樣兩個裡面穿的是一樣的啊 對 欸但我真的覺得這顏色很好看 是不是 很像韓劇女主角 對啊 真的很漂亮 就是因為比較少 一針哦膩 真的大衣很多都是比較深色系 對 我覺得這顏色真的是很好看 很韓系的哦 就是你穿到明年春天應該都沒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春天還是會有點涼涼 最近我已經那個跨年年假明天都穿出去去了 太愛她了 真的 好喔那我們來介紹裡面囉 好